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超过了3万 这个数字是非常恐怖 我们每天都在看到不断的有人感染 也不断的有人死亡 所以这位朋友有这样的心理担忧 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他描述的情况 第一个他有感冒的轻微症状 就是有头痛和肌肉酸痛 这确实是个感冒的症状 但没有谈到是不是有鼻塞流涕 有没有喉咙痛 但是他描述的是没有发烧 没有咳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是食欲正常 目前新冠病毒感染所涉及到的症状比较复杂 也不同意 所以不是典型的 但通常以发烧咳嗽为主 但也有些人不发烧不咳嗽 或者仅有一些像这位朋友描述的症状 头痛 身痛 过几天可能才会有发烧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但是也有的人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已经感染了 在病毒检测的时候发现已经阳性了 甚至已经产生抗体了 但始终都没有症状 所以这个病毒是非常奇怪的 是非常新的 大家也都在进一步的摸索和探讨研究过程中 我们在临床呢 也看到一些实例 比如说一个家人 有四口人 有一个其中确诊了 但并没有真正的隔离 还都同居住在一个屋檐下 那么其他人呢 就是有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也没有任何症状 有的人呢 却比这个感染确诊的人呢 还要重 比如说一个我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小孩子 13岁小孩 他呢 本身呢 就没有任何症状 但他已经是阳性了 妈妈的症状就非常重 还有两个妹妹呢 也没什么症状 但是有其中一个妹妹呢 有一点点红综痛 后来经过调治呢 他们全 这一家人呢 经过中药的调治呢 都好了 妈妈也都也都好了 没有再发烧 也没有咳嗽 所有症状呢 全都解除了 已经进入恢复期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可喜的 我们看到中药在介入这些症状调理过程中呢 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其他人呢 都没有进行病毒的检测 并不知道是确诊 是阳性 但这种例子呢 是非常多的 目前呢 也都很常见 所以这位朋友呢 他有这个担心呢 这只是初期的症状 也可能呢 就这样子就好了 也可能还进一步有发烧咳嗽等症状 要密切观察 但你后面提到的呢 是不是需要一些病毒 抗病毒冲剂 来调解一下 我的感觉呢 目前所说的抗病毒冲剂呢 是传统的对流感病毒的抗病毒 是不是你指的是 你指的是这些巴兰根充剂啊 或者是病毒磷啊 病毒磷不是充剂 是片的 还有一些抗病毒的其他的药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以前中药能抗病毒呢 确实像巴兰根充剂对流感病毒呢 有一定作用 但是对于新冠病毒呢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呢 能够对它有抑制作用 但是体外研究呢 莲花轻瘟呢 是有作用 但在体内呢 早期呢 我们不建议使用莲花轻瘟 我曾经在一个视频里面谈过 只有在发烧的时候使用比较好 另外呢 还要看一点 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症状 比如说嗅觉和味觉的异常有没有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 如果有这个 证明呢 感染的机会比较多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舌相非常重要 你要伸出来舌头拍个照片发给我们 发给我自己就可以了 另外你自己照镜的是不是白厚干腻 这几种舌相呢 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观察这些确诊病例里呢 发现普遍的现象就是舌苔有这方面的变化 白厚腻 肝 那么如果说有这些变化了 那要及时的呢 进行症状的一些缓解 当然目前的情况呢 比前阶段呢 在美国 在纽约啊 已经好了很多了 主要是您申请呢 去检测这个病毒 还是可以检测到的 只是说需要预约排队到那 他也不收费 那么有的人呢 是已经检查过了 有的人也不想检查了 总之呢 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呢 这种情况呢 应该介入一些中医的治疗条理和干预比较好 但是呢 也不要轻易的就某种轻热解毒的药就应用 因为呢 目前这次疫情呢 我们叫寒湿疫 所以呢 寒湿体脂 我们一再强调脾胃虚寒 或者贪湿矫盛的这类人呢 不适合用寒凉的 特别是轻热解毒药 要特别审用 需要调整的呢 是体质的调整 免疫力的提高 就是 剑匹利施和这个 去寒补气 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 这是一个比较治本的方法 这个问题呢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